今天真的看到同學真的很開心 我現在都記得好幾位同學的這個球衣 號碼跟他們的特色 跟他們的比較的強項 剛剛還在跟我那個姊姊在介紹 因為他去日本幾天回來 我告訴你這個很厲害 這個控球很厲害 這個搶籃板很厲害 這個速度很快 真的很開心 所以我覺得我們只能說 非常的開心跟同學共同的在經歷的這個過程 那我那天也是看得都很興奮 都有跟同學講 同學也知道了 在第二個Overtime 我們最後一球進的時候 我的彩帶也就丟出去了 在永不放棄的精神下 基隆民傳國中籃球隊 在112學年度JHBL 國中以及籃球聯賽拿下冠軍 這也是五年來第四座冠軍獎盃 市長謝國良在教育處代理處長楊貴傑 副處長徐彥利 體健科科長楊永芬的陪同下 跟議會教育小組的多位議員 張耿輝、秦珍、張芳麗和呂美玲 一起來到學校祝賀 現場 籃球隊選手們 將冠軍獎盃獻給市長 市長謝國良也頒發7萬8千元的獎金 肯定名傳小將為基隆爭光 慶功宴中 市長謝國良特別準備豐富的美食 來慰勞教練與選手 吸引同學們圍繞著桌子 開心夾取食物用餐 氣氛相當歡樂 感覺很不錯 謝謝市長謝國良吃這一堆 你們在遊戲賽的時候 曾經兩三場都打輸對手 然後這一次總算了 楊梅土地為自己爭了一口氣 為基隆爭一口氣 大家獨不得大家 太厲害了 首先恭喜名傳國中 有這麼好的成績 那就是因為我們平常 這個教練跟同學 互相的配合 才有這麼好的結果 所以在這裡恭喜他們 讓我很意外 在這種場地的分裂處 那麼優質的球隊得到冠軍 確實不簡單 由此可見教練的用心 同學的努力 讓我們創造出最好的成績 我們的這個名傳繼續的 要繼續的努力 繼續拿冠軍 最重要的 你們要出一些職業籃球選手 就像我們林智傑一樣 市長謝國良也進一步表示 114年將在編列近2000萬元預算 來改善民傳國中的活動中心 為師生打造更舒適的運動訓練場地 今天趁這個機會 除了來跟同學一起慶祝以外 我也來看這個民傳國中的訓練場地 那我們覺得這個地板 我們希望把它 像這個市立局育館一樣 換成更適合練籃球的一個環境 還有他們的整個空間空調 一個粉刷等等 總之要把這個環境 再一次的改善 那預計會花2000萬左右 所以我們需要議會的支持 不過我相信 這次大家成績這麼好 我們一起努力 要給大家一個更好的一個練習的環境 我心情蠻開心的也蠻期待的 因為畢竟在這場地 就剩明年最後一年了 希望可以認真在那個球場上 拿下這個冠軍 何其有幸 我們民傳國中受到這麼多人的厚愛 孩子們我們是不是要更努力 是不是 我們知道 對 即便在這麼艱困的環境 就是我們那顆校上的心 堅持到底 永不放棄的精神 把我們帶到了這樣的榮耀 五年裡面有四連霸的冠軍 這絕非偶然 即便我們踢上了冠軍的光環 我們隔天來學校還是照樣練習 因為我們知道 下一個冠軍在等著我們 在市長謝國良全力支持體育發展下 民傳國中籃球隊相當振奮 將持續發揮奮戰到底的精神 為基隆來爭光 記者黃瑞昇 陳淑萍 基隆報導 我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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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